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相光尼森团自泛法师 今天要跟你谈一谈应该思维 什么是应该思维呢?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的心中有一把尺? 当我们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 我们不自觉地会拿着这一把尺去衡量别人 看看别人符不符合自己的尺寸规格 于是就产生了一些不灭的情绪 我们心中的这一把尺 就会让我们产生 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别人应该要怎么样的应该思维 所以这一集要跟你分享 如何放下应该思维 接受事实 快乐就从这里开始 前一阵子我读到一本好书 是心理学博士陈海贤 写得了不起的我 这是一本自我发展心理学的书 我很喜欢这本书的内容 这本书里面呢 有提到一个故事 我印象很深刻 在河马史诗里 古希腊神话的英雄 奥德修斯 他在回家的路上呢 遇到一个妖怪 那这个妖怪呢 他会把每一个过路的人呢 抓回去 让他们躺在一张床铺上 如果这个过路人的身体呢 比这一张床还要短 妖怪就会把过路人的头跟脚呢 拉长 拉到跟这个床铺呢 一样长 如果这个过路人的身体呢 比这一张床铺还要长 那妖怪就会把 这个长的部分呢 锯下来 让这个身体呢 符合这一张床的尺寸 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有时候也会有 像这样的妖怪头脑 用应该思维 用这一张床 来衡量别人的长或是短 一定要把别人拉长 或者是锯短 来符合自己心中的规格 因此呢 造成了彼此很大的苦恼 比如啊 做父母的 会希望子女能够成为 自己理想中的样子 我的孩子就应该要听话 懂事 认真学习 做妻子的 就会希望 我的老公 应该要体贴 疼爱我 赚更多的钱 做子女的就会希望 我的父母 就应该要了解我 疼爱我 怎么可以不了解我不疼爱我呢 那么 我的同事就应该要 喜欢我 帮忙我 怎么可以不帮忙我 不喜欢我呢 又比如 我在生团里面呢 心里就会期待 我的师父应该要了解我 关心我 我的师兄应该要帮忙我 照顾我 或者反过来期待 我的师父不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我的师兄不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这样的应该思维 对我是好还是不好呢 一旦现实的情况 和自己心里所想的 所期望的愿望 产生很大差距的时候 内心就不能接受 就会产生抗拒 排斥 甚至呢 会觉得 因为这样感到 烦恼 生气 焦虑和痛苦 有一天我接到一个任务 必须接待一位访客 拿来相光寺拜访 我非常的不认同 心里一直很排斥抗拒 很不愿意去面对 事实上 这一个人要来拜访 也不是一件坏事 但是为什么我这么抗拒呢 因为在我的心里 也有一张床 一把尺 一个规则 来衡量这件事 我的应该思维 在发酵 在起作用 我静下来想一想 不管我同不同意 接不接受 真实的情况就是 它就是会发生 这位访客 他就是会来 那么 我的抗拒排斥 是不是很愚蠢呢 我再进一步觉察 自己的起性动念 看看自己心中的这一张床 这一把尺 这是以自我中心设定的一个规则 因此有了自私的想法 让我没有办法接受现实 没有办法跟现实的情况和谐共处 了不起的 我这本书里面呢 还提到一个生活上常见的例子 有一位母亲 她总是嫌 她的儿子呢 托托拉拉 不懂事 她问心理师 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我的儿子呢 听话 事实上呢 她的孩子 并没有很大的问题 就只是早上会赖床一下 晚上做作业 有一点拖拉 心理师就问她 你想要什么样的儿子呢 她说 我的儿子就应该是 那种聪明 听话 懂事 乖巧的孩子 所以当我发现 儿子不是这样的时候 我就很生气 想要呢 把他矫正过来 矫正成我理想的样子 可是我越是这样 儿子越不听话 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僵 这让我非常苦恼 这位母亲苦恼背后 就是有孩子 应该怎么样的 应该思维 她越是放不下这种应该 就越处理不好 她跟孩子之间的关系 你可能会有疑惑 这位母亲希望儿子 变乖变懂事 这样的愿望 有什么不对吗 我觉得这本书里面呢 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 区分愿望和现实 是一个人成熟的标记 也是走出应该思维的关键 陈海贤老师提到 应该思维和愿望 有一个最根本的区别 那就是你能不能容忍 现实和愿望不一致 也就是说 你可不可以接受 现实跟愿望是有差距的 希望孩子乖巧听话 懂事这是愿望 但孩子常常会拖拖拉拉 这是现实 希望别人喜欢自己 和帮忙自己 这是愿望 但偶尔就是会有人不喜欢我们 不帮忙我们 这是现实 现实是不会跟我们讨价还价的 我们也战胜不了现实 就算我们想要改变现实 也得在承认 现实的基础上想办法 可是有应该思维的人 他看不到这一点 因为他老是觉得 事情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他们好像是在跟现实 觉得现实不应该这样 无法接受现实 其实应该思维 是在反卫我们内心 已有的规则 也就是 紧紧抓住 我们心中的那一把尺 不肯放 从佛法的观点来看 佛法讲 因缘观 一切的人事物的呈现 都是因缘决定的 他没有办法 按照自己的想法决定 而期望 这个人应该怎么样 这个世界应该要怎么样 但是如果你自我觉察 就会发现 我们常常活在自己的想象世界里面 而不是活在现实的因缘世界 学会接受现实 就是学会接受因缘 这是很重要的修炼 每一个人的因缘都不一样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独立的个体 不可能按照自己期待的方式呈现 我们不要去做这样的妖怪 一定要别人符合自己的规格尺寸 而生气这个人不合乎自己的规格长度 与其生气怨恨 不如接受现实 看了这本书 我觉得自己要练习区别 什么是自己的愿望 什么是现实情况 最重要的是 能够觉察自己心中的这把尺 这一张床 放下心中的期望 就能走出应该思维 学会接受不可改变的现实 学会接受因缘 就能够跟现实和谐共处 快乐也就从这里开始 感谢你的聆听共学 愿香光宝藏一路陪着你 前往内心向往的方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